大家好 在炖鸡肉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是直接焯水 去除血腥味和脏东西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鸡肉肉着就比较柴 吃起来也没有那么鲜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炖鸡肉的小技巧 炖出来的鸡肉鲜嫩不柴 吃起来也没有腥味 首先往鸡肉里面撒入一勺面粉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一抓 抓两分钟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能有效的去除 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 往里面加入清水 再抓紧一下 放里面浸泡10分钟 干香菇用温水泡发好切成小块 切点土豆块和青红椒 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 这样鸡肉已经洗得非常的干净了 放入盘中备用 洗锅烧油下葱姜炒香 下入鸡肉大火翻炒 这样能快速的把鸡肉中的水分炒出去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炒成这样 炒到鸡肉表皮微黄就可以了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然后翻炒均匀 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没锅鸡肉 大火煮开 把鸡肉和汤全部到砂锅里 砂锅炖出来的鸡肉会更好吃 放入土豆块和香菇 盖盖中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加入青红椒炖两分钟 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鸡肉鲜香滑嫩 不腥也不柴 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